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大公司也曾经打造过蝙蝠侠计划 比如曾经让张姆斯戈登警官接受强化 并且给了他一套装备 让他在布鲁斯维恩市去记忆期间成为了蝙蝠侠 但张姆斯戈登不是蝙蝠侠 他跟蝙蝠侠最大的差距在于 戈登既没有蝙蝠侠环游世界训练出来的高强武艺 也没有蝙蝠侠博览军书获得的聚会 虽然戈登警官毫无疑问是正直和正义的 但如果没有了背后的团队和这一身装备 他就不是蝙蝠侠 神奇女侠曾经在蝙蝠侠受伤期间 待管歌谈室一夜 结果神奇女侠来了歌谈五分钟 就发现这帮歌谈土著 有多放心病狂 神奇女侠有一瞬间被激怒了 他在脑海中幻想自己直接处决小丑这类罪犯的画面 但是他忍住了 所以他不禁感叹蝙蝠侠的工作是有多难 因为歌谈的罪犯 不惜绑架人质来为自己货 得跑路的机会 而过去神奇女侠的敌人 通常都是硬碰硬的神或者是魔兽 神奇女侠也许能击败这些罪犯 但他们依然会愿意出来重新作恶 DC的英雄和漫威的英雄最大不同之处 就在于每一个DC英雄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志 每当夜晚蝙蝠侠的标志在镇控怨起的时候 就是提醒那些把城市当游乐场的人 这里还有正义存在 在蝙蝠侠失踪与时空漩涡的时候 当时普遍认为蝙蝠侠已死 罪犯猖獗 蝙蝠侠的几位养子 为了争夺进程蝙蝠侠的权利大大出手 蝙蝠侠的大儿子只能像阿富坦白 我无法做到和蝙蝠侠一样的事 因为无论是智慧还是战斗力 夜一夜的确都不如蝙蝠侠 甚至还因为使用短棒 被人发现真实身份 如果你想成为蝙蝠侠 你就得接受自己八岁蝙蝠母双亡的事实 为了成为蝙蝠侠 还得游离世界各国学习成为侦探 做需要的武术和智慧 不管吃多少苦 不管经历多少背叛 你都必须坚持下来 曾经阿富想拉摔倒的蝙蝠侠一把 说让我们一起承担这份痛苦 蝙蝠侠痛苦的说 我不能把这份痛苦分给你 蝙蝠侠成立正义联盟的目标 除了应付威胁地球的敌人以外 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监视这一帮超人类 一个普通人 每天和一群可以轻易就能杀死自己的人在一起 还处心积虑地担心他们可能辩解 这份精神压力 恐怕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